连日以来许多族人不满原民会公布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 而24号下午立委陈寅在总执行时也提到 原先应该是180万公顷的传统领域 现在缩水为80公顷 失去的100万公顷里面台塘有5万公顷土地该如何处理 行政院长林全则表示要去了解 两个礼拜后给予答复 在这个办法公告之后台塘到底算私有还是公有 我们到底能怎么处理 另外立委陈寅也说重话 希望追讨国民党党产行动如火如荼 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也应比较办理 我真的衷心期待请院长跟主委 我们千万不要让整个民进党变成了这个国民党夺取土地的帮凶 我想我们现在的做法其实已经是在朝这方面 就是希望能够让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部分 能够在他的传统领域部分能够做一些确认 认为目前的划设办法只针对公有土地 立委陈寅提出这个划设办法应该直接改名成 原住民族或部落范围公有土地的划设办法 甚至在质询中也向原民会主委温情喊话 不过行政院长和原民会主委都没有给予正面回应 记得喜故找拉奥利法院采访报道